好的歡迎來到第七週第三輪雙方的一個大將戰 是由Higuchi來對上水派 這個比賽應該也不會有特別大的意外 首先Higuchi特別的強 二來角色上是有克制的 毛哥這支隊伍呢看起來他們就特別的想贏對不對 你像梅老闆那支隊伍呢 我覺得他們早就已經放棄深的希望了 很多時候都是搞一手倔強的活兒 就是誰克制我我就要去幹誰 有點那種破冠子破摔反向操作的味道 但毛哥這邊就肯定非常想贏了 我看得出來那這一手是極盡針對的 來上來這個古列打克林 好幾個版本之前就講過了 克林面對古列這種發波特別強勢的角色的話是不好打的 尤其是在立回的部分 克林沒氣那就只能掙扎 只要你防住了古列第一個波之後 你就各種烈士 渾身上下都是烈士 對吧 你只要不做動作那我古列就一直發波發到死就行了 哇 這直接就截掉你的V7了 這有點嚇人 他應該是有做了預判了 田中全 欸這一下 田中角架到 但不改變你這種大烈的局面 欸這個就不好說了 這個角刀送上去就有點過分了 剛才那個點沒有道理出這個角刀啊 講道理 因為他現在血量也沒有辦法一個角刀秒殺還是說穩贏了 哦吼吼 哈哈哈哈 這個你都算好了 哈哈 這個斬殺線算的是真的妙 用角刀完了接一發波來打一個斬殺 這你能想得到太有意思了 好了 優秦隨派繼續接受第二燈的折磨 下總條踢不到 本身柯林這個角色就是依靠一個中距離拳腳特別強勢的特點啊 跟你反反复复的打一個下段站中腳的這種東西的一個組合 但是碰到鼓裂的話就真的只有跳和不跳這樣子的一個選擇 非常的糟糕 這裡情況是點落 直接搶 交一個V閃放倒 這個放倒有用嗎 沒有用 因為是在板中的 板中呢這個V閃放倒以後呢 也只能是過去威懾一下 然後對手起身按個鍵就沒招了啊 其實水派的話可以賭一下對吧 直接衝過去架招也行 這裡開VT了 前前以後被抓 現在手上哎呀 真的難受 水派這個開VT衝了大概三四次 衝三四次當中呢會被截掉兩次 還有一次呢是完全沒折中對手 讓對手跑了 然後一個VT呢也只夠他衝這麼幾下 也就是說這VT一開 也就一次智慧 最多一次了 那這個就有點難了 主要還是因為這個對決的主動權 都在古獵的手上 那你柯林要幹什麼 我古獵這邊是可以大致能猜得到的 而且古獵能做的事情有點多 他不像別的角色 一看你柯林開VT 我只能眼巴巴的看 對吧我古獵能幹什麼 我全給你幹一遍 幹中了你就死了 這個帕拉貝拉遠了呀 直接被還了一拳 聽不知這裡是佔盡各種便宜 這裡投到了有一個板邊的進攻 下中鳥強行叫VT 這一波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了吧 不會突然出一首EX波了吧 不會吧不會吧 其實水派內心也在問不會吧 這裡 哎 往後拉的時候被反過來投到了 這一手有點難受 中鳥封住一個跳 再拉回來繼續投他 下中鳥被防住了 這那個角刀缺反 接下來就是發布了地獄 有一個CA加一個VT 黑谷奇這裡要怎麼來開 注意一下他的一個操作 水派這裡應該是不敢貿然衝的 因為古獵這邊隨時隨地 可以發波爆V 然後下中鳥爆V 這兩個你就必須走在射程之外 這裡還是發波爆V爆出來 接下來就考試了呀 哎 跳了個二段跳 這波全解掉了 還行啊 誰派一個二段跳 保住了一條小命 那這樣的話對等的呀 兩邊都是一個有CA的斬殺線 我有點好奇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束法 我覺得有可能不交CA結束 這個場面是有可能的 假裝發波騙對手 然後再丟一個真波 再一個假波 古獵這個頭的動作真噁心說真的 跟發波的動作一模一樣 對手要真被騙就死了 然後血量差不多了 哎呀 這個能量是交完了 最後是交了散發EX波 你看些 哇呀 就拼命的踹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是硬耗 耗爆結束 好現在第二段 水派已經把能做的事情都做得很好了 只是說這個對決真的有點克制 主要還是因為這樣 轉了被防 過來打中一下到板邊了 水派在鼓起勇氣往前衝一下 就可以獲得一次絕佳的進攻機會 對空 好的 下中鳥點撞 繼續前壓 利用好自己的一個中拳的速度 想辦法去打對手一個出招 這裡空中EX冰怪直接被下中鳥騷倒 哎呀 氣不過 就有氣沒地死 這裡交VT了 投一發 完了以後下中鳥戳中 往前壓 輕攻擊 繼續往前壓 不打算去晃對手 沒必要 直接硬桶就行了 直接穿 哎 但後面還有個波 波問題不大 還可以繼續壓 EX 這是什麼呀 怎麼突然就著急了呢 血量上面領先這麼多 不至於不至於 這裡鼓獵手上還沒有VT的 但現在這樣血量磨下去的話 我覺得他有點不太妙了 這黑鼓起有點想法了 感覺會出EX波繼續去搞對手 假動作來一下嗎 沒有前前突然來了一手打拆 這裡水派也不敢直接搶 因為考慮到他那麼多氣 有可能會凹我一腳 有點害怕 假動作先騙你一個 假動作 再來嗎 還是假動作嗎 再來一個 這裡 啊 這一次來真的了 哈哈哈哈 水派氣死了 太累了 就腦子裡時時刻刻都是遍佈著 我到底該怎麼做 是穿他波呢 蹦打肯定不行 跳是跳不過去的 我丟那個EX的冰塊也試過了 這黑鼓起反應很快 他馬上就是一個下中角 我就倒地了 那穿了穿不過去 又沒有辦法從遠距離發動進攻 這個時候水派滿腦子都是問好 就有點困惑 他就沒有別的角色嗎 不如換一個 說不定比克林要好搞一些 克林真的有一個天敵就這鼓獵 真的難打 你想之前卡瓦諾能夠贏 梅老闆一個搶三是多不容易 這裡一個腳刀 這裡晃了這下 倒地 然後追過去沒有投中 騎身這邊直接搶掉了 抱一手VT要強攻 這已經很實在了 真的 就是我VT那滿了 一瞬間我就把VT開出來 這樣我就可以保證我每一個VT 都有一個最高的利用率 對吧 但這個VT來的快去的也快 感覺他好像開了 但好像又感覺他沒做什麼事 這VT又結束了 是不是有智慧可以開第二個 這克林平時這毀天滅地的VT 在鼓獵面前好像就沒什麼作用 這裡投到一發 中兩命中 兩發 好嚇人啊 這個東西 克林都不敢踢下中角 一踢中了這一腳就死了 中拳又來 哎呀折磨局 折磨 完全拿捏 拿捏了拿捏 最後真的開出了第二個VT 他盡力了 他非常的勇猛 水派之前也打過非常精彩的比賽 但架不住今天 毛哥針對你啊 毛哥不想給你好日子過 只要怪毛哥 毛哥手下的狠人是在泰瓶 手上有CA的 這個重拳對空 還是想要伸拳鬥伸腳 就是打不過就是打不過怎麼辦 直接交一手EX出去擺爛 水派刺客真的難受 太難了 結果我終於看到 毛哥他們的田際賽馬的水平是有點高的 藤村都不需要上場 這個比分隨便拿 我算是明白他們為什麼不讓藤村上了 是因為今天的這場比賽 根本就不需要上藤村 藤村就作為秘密武器收起來就行了 太可怕了這支隊伍 這個冰塊下來 新攻擊發波直接確認一手CA 還有最後一絲 要沒了 怎麼辦 最後的反抗 EX帕拉貝拉 這波壓不死你就沒了 還沒有到壓制結束的時候突然中斷了 黑鬼奇直接就是一腳大力抽射出去了 把對手給抽死了 當場結束 好了那今天的這場比賽 通過毛哥精心的隊伍編制 讓他們穩穩的拿下了分 還讓大谷上場體驗了比賽 馬哥是真的氣不過 明明他們的分還比你們要高那麼一些 你們竟然還讓大谷過來 這是赤裸裸的蔑視 但沒辦法 就是因為隊伍上面的一個成員克制 你怎麼辦呢對吧 毛哥有主場權 我希望能夠在主客場交換的時候 馬哥對他們能打回來 但是這就不知道是猴年馬月的事情了 至少還得過好幾週 好了那第七週第三分的比賽就到這邊了 下一期我們將更新第四輪的比賽 我是國際警察 我是國際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 當你看到這的時候 說明你已經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為了一名具有國際眼光的國際型觀眾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不喜歡我的視頻 那你只能是喜歡我的對不對 那就更加要訂閱我的頻道